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千年封燕 大地洶湧削我的天 大地洶湧削我的天 娘 娘 请受孩儿一拜 我们从小就是孤儿 小时候没有人疼 没人管 又没人照顾 要不这样 你做我们娘吧 虽然你比较凶 但是我们一定会听你的话 练成武功之后 再慢慢孝敬你 漂亮娘 其实我也是个孤儿 从小就没有爹跟娘 现在有两个不用养 又这么大的儿子也不错 好了 好 我们有娘了 起来吧 好吧 今天休息一天不用练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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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声 呀 好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声音 有蛇 灵绍 你的眼睛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眼睛能看见很远的东西 灵绍 你的眼睛不但治好了 还变成千里眼了 太厉害了 那就好了 以后不用再多忙侠了 对了 你怎么知道有蛇的 听到的 听到他的舌头丝丝的声音 那你变成顺风耳了 难道 我们练成长生诀第一重了 我们练成长生诀第一重 你们还不继续练 有一点成就这么自满 怎么成大气啊 知道了 娘 小声点听得很清楚 把气运进丹田里面 不行 气都冲上头顶了 不行 把气冲在脸上了 你是谁啊 怎么会怨声这样啊 弄了两根香肠 没事的 放心吧 过两天就没事了 你嘴上没香肠 你大人这么说了 气冲到嘴上而已 没事的 哎 这三个亲犯害得我们 爬山涉水烦死人了 连皇上都出了皇榜 缉拿他们 全省一百两黄金 如果抓到他们就趴财了 到哪边搜 到山头搜搜 看来我们要渡江战壁 但是现在出去找船的话 会不会曝露身份呢 现在我跟仲少的样子 一个嘴上挂香肠 一个是鸭嘴 一定没人认识我们 我们两个去找船就行哦 那你们要小心一点 知不知道 知道 喂 痛啊 自从父亲错刺杀阳广之后 那个昏君就把十八荆旗 留在身边保护他 让我无法调动人马 人帮助 辛苦您了 于文将军 你放心 任保和海沙帮 一定会为将军效权马之劳 任保主在江湖上问本将军办事 将来本将军大权在握 富贵荣华少不了你那份 现在我们海沙帮 已经控制了沿岸的船只 顾君错休想杜将而逃 这就好了 另外我想你再办件事 李秀宁会在扬州设百花宴 我想你演唱好戏 不过这件事要秘密进行 绝对不可以留下任何痕迹 任某知道 过来 过来 过来过来 看着 走 看看 看看 这是什么 走 走走走 你过来 在那边 打开 走 搜得这么严肯定上不了船 那怎么办 没办法 没办法走吧 不是吧 就这么放弃 当然不是喽 找人最传 我们两个都是孤儿 连朋友都没有 找谁见 怎么说李小姐也救过我们两次 你没当她是朋友 你想趁机见梦中情人吧 说不定人家也想我呢 你这副得意会有人想你 你看你的样子不吓着人才怪 你很好啊 走吧 喂 等等 先别着急 什么事啊 我看我们还是戴个帽子挡一挡吧 这样怎么见我的梦中情人啊 仲上 你挡不挡都那么难看了 别再出什么花样了 办正经事要紧哪 向您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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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宁姑娘 秀宁姑娘 百花言一开始就动手 一定要置李秀宁于死地 喂 干什么 我听见人说要杀秀宁姑娘 是你从茶楼传过来的 茶楼的二楼 到底什么人要杀李小姐 这样吧 我们马上混入百花言 来个螳螂捕蝉 螃蟹在后 就凭我们俩 死就死吧 那他见死不救啊 那倒是 仲上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怎么出去见人呢 说了是百花言嘛 当然得有点绿叶衬托一下 我们就是那两片绿叶了 喂 走快点啊 表演就要开始了 那急什么呀 我不能让尿给憋死 我们现在这样 没人会认识了吧 但是我们会不会有点过分啊 其实我们也是帮他们抖锅一劫嘛 那倒是 你说得对了 走 来 先把能关上 快点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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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来吧 恭喜秀宁小姐 恭喜 请大家敬一敬 敬一敬 各位父老乡亲 今天是李修宁小姐的生日 李小姐为了能够与民同乐 所以特地安排了这个百花宴 宴请大家 来 我们大家一起祝李小姐 生日快乐 青春常住 好 谢谢大家 好了 现在请大家入座了 好 你为什么请这么多人来 你喜欢与民同乐吗 所以我就特别安排了这个与民同乐的百花宴了 今晚这里所有的菜都是山珍海味 别出心裁 我想这的老百姓 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吃这些菜 但你不觉得这样很奢侈浪费吗 你想一想 今晚的花费足够他们满一年的粮食 百姓们只希望温饱 而不是什么山珍海味 也对 谢谢你提醒我 晚宴之后 我派人送粮食给他们 好不好 做善事当然好了 柴公子对秀宁姐说的每一句话 都从善如流 这是用心良苦 因为秀宁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道理的 好了 各位父老乡亲 李小姐为了答谢大家 在晚宴之后 每个人加送五十斤大米 好 好 现在表演开始 好 现在表演开始 好 好 好 哇 凤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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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杀手不见了 只要你看你这不是杀手了 那倒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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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有刺客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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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姐 是我 你是 我是靠中 靠公子 走 你们是什么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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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流 秀您多谢两位相救 李小姐不用客气 我们都是讲义气的人嘛 是啊 何况李小姐对我们有恩 我们是应该仗义相助的吗 对了 你怎么知道我会被人行刺的 因为我们有神功护体咯 别听他乱说 其实呢 我们是无意中听到的 那些杀杀有什么人的 我们也不太清楚 这就奇怪了 你们两个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而且还突然会武功了 话是这样的 其实是这样的 武功呢是我娘教我们的 刚开始练的是有点怪怪的 这也在所难免啊 你娘 你们不是无亲无故吗 哦 这个漂亮的娘呢 是我们刚刚才认的 你们两个家 我怎么还没走啊 不不不不不 脱掉女人衣服呢 果然变成一个假小子 哎哟 你这个色鬼啊 扯烂了我的衣服 还居然这么没口德 别忘了我让你救命恩人 要命恩人还差不多 知不知道那只剑 差点毁了我的容啊 不怕 我这个人能容认丑女人 我不看你就行了 你 你 住手 我这么凶的女人 哇 好悦啊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你嘴挖毛一刺嘴啊 这么神奇 现在我才是你的救命恩人吧 林嫂 要不要我也帮帮你啊 行啊 林嫂 真的好了 是吗 谢谢你啊 宋姑娘 不用了 以后我们互不相欠 舅宁姐 可以送客了 于智别闹了 是啊 怎么说 他们两个都算帮过秀宁 应该好好谢谢他们 不知两位 想我们怎么答谢呢 如果我要李小姐呢 他开个玩笑 其实呢我们是想跟李小姐借一条船渡江 哎呀 我差点忘了 有人是通缉犯呢 想借船逃走 我看没那么容易 没问题 反正我和郁智也要坐船回太原 有问题啊 船是我们宋家的 我不想跟通缉犯同坐一条船 人家帮过我们的 难道具人于千里之外吗 我给你面子 不然的话 我一定要他们两个跪起来求我 为了让娘安全渡江 我求求你了 秀宁 要不我陪你回太原 顺便去看看你爹 柴公子 我知道你在扬州郊游广阔 我想托你帮我查查 这次到底是谁要行刺我 好 没问题 那我现在就出去打听消息 有什么消息的话 回来告诉你 谢谢你 洪福 宋柴公子 告辞了 公子请 李小姐 我想在上船之前 把我娘接过来 但是你们现在变正常了 走出去会有人认识你们 要不这样 我派人去通知你娘 好 麻烦李小姐 既然这样 大家早点睡 明天早点上船 好啊 免得对着这个恶婆娘 李智 不好意思 我回去骂她 不好意思 早点睡啊 是是是 秀宁姐 你干嘛要对他们这么好啊 是不是看上其中一个了 你说什么呀 我这么做 是想打听长生爵的秘密 他们突然会武功 可能是练了长生爵 对呀 如果把长生爵偷过来 研究研究也不错哦 长生爵不是每个人都能练的 但是如果他们身怀其功的话 就是李家要招揽的人才 喂 你无时无刻都是为李家着想 你有没有什么事 是为你自己而做的 有啊 就是跟你做好姐妹咯 是前你说万无一失的 为什么会失败 将军 当然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但是谁知道 通常杀出了两个 身怀神功的神秘人 才会失手而回 身怀神功的神秘人 是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进行 但是请将军放心 这件事 绝不会有人泄露 谁是幕后主持者 要是泄露出去 你就会人头落地了 任某不猜 但是有件事 任某孩儿不太明白 李秀宁虽是礼伐重人 但始终是女流之辈 为什么将军这么恨他 要置他于死地 李秀宁一直与本将军作对 包庇扣重他们 有件事你不知道 傅家天下的柴少 正在追求李秀宁 如果柴里两家联亲结盟 将来对付礼伐 就更加困难 原来如此 回禀将军 将军要找的人 已经打探到他的下落了 好 好 在那鬼鬼祟祟的偷窥 不是英雄的所为 你们的娘到底来不来啊 当然来了 等了一个时辰了 你们娘会不会出事了 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下流 我当时是你 你走 我去我 走 我去我 拿牌子 不过 你走 你走 我去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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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宋大哥 秀宁 这位呢是我哥哥宋施道 这位呢是夫君丑副姑娘 是他们的 漂亮娘 是啊 漂亮娘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这两位是 我叫寇仲 她叫许子凌 哥 你记住她的样子 她是个坏人 也就说李小姐的朋友是坏人了 既然是坏人 你还带她上船 我不想的 是秀宁姐要带她 宋大哥 其实他们被云窝化骑通弃 而沿岸的船只 都被海沙帮的人控制了 所以找不到船渡舰 宋公子 如果不方便的话 我们可以下船 家父虽然是镇南王在朝为官 但是讲的是江湖义气 既然御志秀年能带你们上船 也就是我宋施道的客人 多谢宋公子仗义 在汉人当中 的确有不少英雄豪杰 宋大哥 其实我娘受了伤 船上有上好的金创药 叔叔 带傅姑娘去客舱 娘 我帮你服药 不用了 你们两个不要失礼就行了 原来这条船真是挺大的 不如我带两位到处参观一下吧 参观一下 参观一下 这叫挺有趣的啊 来 叫成帅哥来听听 叫啊 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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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吓得我就赶紧下船啊 你的 对呀 就是我的 是我送给秀宁姐的 送给人了就不是你的了 你看人家李小姐 根本就不说话 你看你这个坡样 帅啊 哈 哈 我跟你拼了 我跟你拼了 别走 亏你还笑得出来 都叫你别说了 碰到宋姑娘这种泼辣姑娘 你有命回来算你走运了 娘侯 你是不是兄弟 如果你能像子凌这么谦厚慎言的话 就不会搞成这样了 记住 您得罪小人 莫得罪女人 知不知道 听见没有 性格那是没得改了 但是武功还是有得学 漂亮娘 你也不想看着儿子被人欺负吧 是啊 虽然我们有长生学的基本武功 但是还是不太稳定 如果我们不学点武功 傍身 就算路线不平 也不能拔刀相助 是啊 学好武功行侠仗义 这是我从小到大的心愿 没错 你们两个说了这么多 无非就是向我教你们练剑法 嗯 我看你们两个用心练成长生诀再说吧 不然就算我教你们武功也没用 为什么 虽然你们两个自职好 但是早已过了适合学武的年龄了 什么意思啊 要打好学武的根基 从五岁到十五岁这十年是最重要的 可惜你们两个早就过了 那你还要我们练长生诀 因为你们两个合必之后可以启动它 练不练得成就要看你们两个的造化了 怕了你们了 最多我教你们一点内功心法 让你们以后可以控制自如启动长生诀 这样行了吧 光练内功有什么用 有气无招怎么算行走江湖 你说是不是灵少 算了 谁让我们年纪大 抵得差呢 二位 不知道你们漂亮娘的伤好了没有 好了很多了 我娘还说你的筋创药很有效的 真的可以生鸡活血啊 那就好了 不知道傅姑娘她喜欢吃点什么呀 阿宋公子 看来你对我们漂亮娘很关心 也很有兴趣 不是 我想呢 尽地主之仪嘛 什么地主之仪啊 灵少 什么窈窕什么女啊 是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没错没错没错 文采啊 谢了谢了 你未娶 我们漂亮娘也未嫁 是吗 你明白了 但是呢 我们乐意帮忙 你也要懂得礼尚往来才行 没问题 听说你的宋家刀法很厉害 不知道能不能随便教我们几招呢 行 但是要问准家父才行啊 不过呢 先示范几招绝对没问题啊 来 你们看好了啊 这就叫出口招了 不是吧 很难捉摸吧 这招就是天刀八事其中一事 对天常看 这招就是天刀八事其中一事 对天常看 喂 好香好香 来吃着吃 来 太香了 嗯 嗯 好吃 嗯 你们知道什么这么香 哎呀 在那偷东西吃 什么偷啊 这个呢 是天然吊起来的 嗯 你行啊 说瞎话眼睛都不眨 懒得理你 不是真的啊 宋小姐 这只鸟真的是你哥用刀震下来的 嗯 这么说还差不多 宋小姐 来一口啥呢 你怕有毒啊 怕就不用吃了 嗯 谁怕有毒啊 吃就吃 小姐 烟雾不见了 难道 进去 吃啊 我的厨艺不错吧 红烧鹦鹉吃过没有 你 你 起死了 站住 小姐 原来鹦鹉在你这儿啊 嗯 救命啊 杀人啦 警告 冷静 冷静 啊 我的鹦鹉 等一下 小姐 刚才是我搞错了 鹦鹉一直在李小姐这儿 啊 吓死我了 跟你玩玩吗 这么认真 我玩啊 无聊 他们有没有吓到你啊 帅哥 帅哥 哎 叫我呢 叫我 是谁叫你说的 我以为不要你了 假小子 假小子 哎 他叫你呢 你信死我了 喂 鹦鹉在叫你 怎么不理人家 真是没礼貌 喂 算了 玩够了 李小姐 你养的这只鹦鹉真是很老实 哇 靠岸了 魏灵少 记得这里有很多蜂蜂小吃吗 我记得 干脆这样 请宋小姐和李小姐 她们一起吃吧 随便啦 便宜那个饿婆娘了 你看 多热 我买了臭豆腐 你们吃不吃啊 好吃好吃好吃啊 什么东西那么臭 好臭啊 臭豆腐当然臭了 越臭呢 味道越好 知道吗 好臭豆腐 真不识货 走吧 喂 过来买饼了 买饼 客官 你搞不了了 喂 过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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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知道吗 不知道 虾子饼 要闭上眼睛吃才行 去 骗谁呀 你真是见识少了 敢不敢闭上眼睛尝尝 尝尝 好啊 我尝尝 好臭啊 不是啊 很好吃啊 不是吧 当然啦 你吃的是臭豆腐 我吃的是虾子饼喽 哈哈 你们又欺负我 我理你们了 哇 好漂亮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真漂亮啊 好漂亮啊 你看这几个大孩子 他们玩得很开心啊 嗯 好漂亮啊 身里有动静 是杀手 是杀手 接住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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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驾 伊燕氣 汽水眼到 驚 形啊 宇文江的兵玄劲 果然不同凡响 宋家的天刀八事已名不虚传 不知我们宋家有什么得罪了宇文将军 要让你这么劳实动众 本将军是来捉拿三个亲犯 可以 但是要等他们先上了案 宋师道 窝藏亲犯罪可出展 宇文将军 你堂堂继位军总管 居然与海沙邦这些狗贼勾结 你这边该当何罪啊 宇文化解 你不要假公济私 你想偷我们的长生绝吗 宋师道 我劝你还是置身世外的好 够贼 这件事与其他人无关 有本事就跟我一个人打 我一定会 你们俩先走 你们快走啊 走啊 快走 起来 我 快走 前次 快走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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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宇文化机搏斗 我们真是没有 救不了他 看来这里是一个荒岛 那座火山不可能翻过去 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不会在这里过一辈子吧 天哪 雨智啊 你不要这样 我们过去看看他们怎么样 来 你们不要这么伤心 也许傅姑娘会像我这样逃过一劫 可不是啊 虽然她身负重伤 但是只要没有看到她的尸体 就不能断定她已经造山大海了 你们俩兄弟想在这里作画时啊 我们现在流落荒岛了 应该想办法离开才对 娘已经不在了 我们又变成孤儿了 走不走都无所谓 那我们呢 那我们两位千金小姐 陪你们两个死在这里啊 你别吵了 行不行啊 怎么能念这样啊 与其大家在这儿悲伤 不如积极点想办法 这样才有机会出海 才可以找到富贵 听到兄弟姐说什么了吗 喂 你们两个有点礼貌好不好 跟你说话呢 你说话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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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来 来 来 好 你根本就没办法杀我 彼此 彼此 否则我也享受不到 乱以温下 没人再报的滋味 看来我们要赶快恢复功力 这样才可以杀死对方 这里方圆几十里我们都找遍了 连一点踪影都没有 听说当日海蝶火山爆发 他们会不会被大浪卷走了 小姐失踪的事 我已经派人送信给李家二公子李世明 希望他可以增派人手 出来之前 我爹千叮万主叫我赵无一致 万一 我怎么向我爹交代 希望小姐他们可以吉日天下 兄弟姐 我们两个真的能做那么大个木筏 不行也得行 不然怎么走啊 那倒是 一定可以 人静升天嘛 嗯 但是不知道他们怎么样 我担心我们做好木筏之后 他们不肯跟我们一起走 你还管他们死活 他们解决太不像话了 你干什么啊 你忘了娘临出事之前说过什么吗 我记得 他叫我们好好练长生诀 那我结了 为什么要这样像一只死狗似的 你这样永远都练不成长生诀啊 你看着我啊 看着我啊 你这样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娘吗 好 骂得好 要好好地练长生诀 以报娘教导之恩 来 灵绍 一起练 不是吧 这个手练功 不行 我要叫他们帮忙做步伐才行 不要骚扰他们 否则会走火入魔的 去 又不是更好 就不用麻烦了 真不知道他们两个是不是怪物 刚刚还像这死狗一样 现在居然开始练功了 走逼 我想他们是以练功来发泄悲痛 不用帮他们说好话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不能在这儿等死吗 老实说我真的有点饿了 你会不会做饭啊 不会啊 那怎么办啊 我一向都是饭来张口 我吃点猪猫饮血吧 找到吃的自然有方法做 大不了就当一场磨练喽 你做人真乐观啊 吃到如今什么都得做了 好吧 走 能退 stay long 能進攻 原来情一可制动 谁领功 谁kers有又要赚衷 衣冠蟲 天下浮明 埋下我的箭袍 抬頭有這雙天龍 黃骨傳說了 天外有天 用自己抵蕩見切 天風見 大地空湧出我的天 天外有天 用自己抵蕩見切 天門風見 大地空湧出我的天